梅玉 梅玉 梅玉小姐 你怎么了 你怎么回事 哭成这样 我没事 那我送你回家吧 我不想回家 要不我们进去坐坐 喝点东西吧 走 你怎么连个人都看不住 他让我去帮他冲杯咖啡 可是我一回来 他人就不见了 你说你们哪 就没有一个让我省心的 来干杯 干 梅玉小姐 梅玉小姐 你不能这么喝 你这样喝简直就是暴殿天物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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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 梅玉小姐 酒是要品尝的 酒是要品尝的 这品尝红酒 在舌尖 舌根 跟喉咙的味道 会略有不同 行 孔先生说得对 来 干杯 梅玉小姐 你一定有什么心事吧 老话说得好 有缘千里来相会 相逢何必曾相识呢 你 你要是有什么心事 就跟我说 梅玉小姐 今天能跟你在这里 一起供上这美酒 是我孔文涛今生最大的荣幸 孔先生 你真的很会说话 认识你很开心 彼此彼此 还要喝 小心点啊 还要喝 小心一点 来 走这 还要喝 这是怎么了 还要喝 接着喝 怎么回事 司令大人 是这样 今天下午在街上 偶遇梅玉小姐 我们就 就在咖啡厅里喝了点东西 可不知道为什么 梅玉小姐她一直想喝酒 不知怎么就喝多了 我担心梅玉小姐 就赶紧把她送回来了 真是不好意思啊 司令大人 不要见怪啊 先扶她回房休息吧 好 梅玉小姐 梅玉 好像心情不太好 来 我也不方便问 咱们回房间了梅玉 就把她送回来了 慢点 谢谢孔先生送她回来 不然我还臣急坏了 不客气 告辞 这个中国小子的武功 十分了得 家藤真 这就是你怀疑的共产党吗 嗯 现在天津的社会力量 也加入到与我们为敌的一方 我们面临的压力 越来越大 你安心养伤吧 之前我就说过 在东京 是无法体会我这里的难处的 我把这里的局面 和我们的对手 考虑得简单了 家藤真 对不起 不必 你我都效忠天皇 为即将到来的圣寨效力 什么样的困难 都要坚持下去 我不会就此罢休 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好 梅雨 你告诉我 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嗯 你怎么回事啊 晚上一个人不能出去 外边不安全 你还想让我怎么跟你说呀 你偏当哪天出了事 你才肯罢休是吧 你少让我找点鸡行不行啊 你告诉我 你昨天晚上到底去哪儿了 梅雨 到底怎么了 有什么事不能告诉我们吗 你说话呀 来人 到 去 告诉下边的 每个门口都给我加岗 从今天开始 你们如果要是再放小姐一个人出去的话 别过我对你们不客气 是 不用加了 我跟你们说啊 从今天起 我哪也不去了 我就待在这个屋子里面 谁也别叫我出去啊 梅雨 老爷也是关心你 你也别生气了啊 才气坏了身子 我生什么气啊 我不生气 我就喜欢在这待着 我天天待着我就待着 梅雨 梅雨 你告诉我 到底出了什么事 没事 我就是谁也不想见 你是我的女儿 你什么样 爹还是了解你的 你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你能是现在这样吗 你告诉我们 昨天晚上除了见那个古文涛 还见别的什么人了吗 没有 我谁也没见就只有他 梅雨 你相信爹吗 我告诉你 在这个天津城 还没什么事是爹办不到的 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 你不都看见了吗 人家把我送回来了 我昨天要不是遇到他 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呢 得谢人家 行了 老爷 别说了 梅雨啊 昨天喝了酒不舒服吧 我叫厨房给你煲点鸡汤吧 司令 孔文涛先生求见 是 孔先生 司令 请 昨天真是感谢你啊 我都快急坏了 坐坐坐 达理 家外了 我呀 是担心梅雨小姐的身体 所以特意来看看 好 孔先生 还真是个有心人哪 好 还惦记着梅雨 好 他现在在楼上休息 可能是身体还不太舒服 这样 等梅雨好了以后啊 我一定专门找个时间 好好的请请孔先生 以示感谢啊 我认识一个老中医 听说他给冯玉祥老将军还治过病 要不然我请他过来看看 不用不用不用 他可能就是没休息好 身体无大 年轻轻的还什么老中医 那就好 夫人 怎么下来了 这不是听说孔先生来了吗 一定要下来打个招呼 哦 孔先生 昨天真是不好意思 麻烦你了 不客气 能送梅雨小姐是我的荣幸 梅雨小姐身体好点了 好多了 就是头还很疼 那就好 来来来 走这儿来 我刚才啊 还在跟文涛说呢 说等你身体好了以后啊 请孔先生专门到家里来吃个饭 那正好 梅雨这不身体好点了吗 那索性就今天 今天晚上啊就在这儿吃了 嗯 在底下说 好好准备准备 哎 好 那就谢谢司令了 哈哈 嗯 上集对聂生这次打了也提出了批评 虽然打败了日本人 但是暴露了自己 少妃同志让我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嗯 特别是聂生不要逞一时英雄 万一出了意外 我们将承受很大的损失 明白吗 我接受上集还有少妃同志的批评 这件事的确是我在愤怒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 我还让雪儒为我承担责任 以后我一定服从组织安排 嗯 好了 现在我向大家传达上集最新的任务 沐松计划的物资已经到达天津 已经到了 已经到了 那少妃怎么指使我们 要我们严密监视码头的情况 绣儿 嗯 你哥在做什么 码头在龙彪手里 他会不会了解一些情况 我最近没去找他 但听说狗盛已经不在他那儿了 因为不想和龙彪一起做汉奸 所以我正想去找我哥呢 孔先生多吃点 尝尝我们家厨子做的饭 孔先生 其实这些年 我很少在家里头请客 主要是外面的事太多了 今天呢 主要是为了感谢你 司令 您太客气了 在下深为感动 谢谢司令的厚爱 对我这么赏识 你这什么话呀 我应该感谢你啊 昨天晚上 要不是你的话 这美玉不定会怎么样呢 哪里 爹 说什么呢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哪有什么事啊 再说了 我爸呀 他难得回来吃饭 好不容易回来一次 少说两句 看看看看 这就是我的女儿 都给怪坏了 不过梅玉小姐 你啊 还真是不要一个人出门 现在天下不太平 小心点为好 说的多有道理 少年老成 多懂事啊 哪里 来来来 董先生老爷 吃啊 现在忠义堂已经明目张胆地与我们作对了 竟然还联系了共产党 我在考虑 除掉唐纪元 只要没了他 忠义堂也就完了 我没想到一起了 不过 唐老师最近很少外出啊 如果戴相直闯忠义堂 我看没什么胜算 一定要想办法把他引出来 这件事情我来想办法 但你必须完成 除掉唐纪元的使命 这是不能有任何意外的 如果不能完成 我们就会更加的被动 加藤先生 你已经想出引出他的办法了 我会安排一次 有韩司令参加的会谈 有韩司令邀请唐纪元参加 到时你在路上下手 但必须成功 放心吧 加藤先生 除掉唐纪元 我也没有心腹大患了 那我就做好准备 随时等您的命令 好 三叔 念生 来 坐 三叔 好些了没有 好多了 你小子 请啊 替你三叔报了仇了 三叔 您是被他的暗器所伤 以您的武功 他哪里会是我三叔的对手啊 说得好 我呀 我不是夸你说你师叔武功高 是说你这孩子不狂不造 有出息 三叔 您总是夸我 今天来呢 可不是专门来夸你的 是有事跟你说 什么事儿 念生啊 您应该知道 您有一个失散多年的姐姐 当年 您被你师父带到明光寺以后 你的姐姐就杳无音讯了 我知道 可最近出现了一位女子 很抢门的姐姐 真的吗 您在哪见到她的 现在出现的这个女子 恰恰就在家藤的身边 什么 在家藤的身边 她目前的身份是家藤的养女 惠子小姐 可她最真实的身份 是你的姐姐 不可能 她不可能是我姐姐 就算她是我姐姐 我也不可能认她 念生啊 别太纠结了 很快就会真相大白的 三叔跟你说这些呢 就是让你有个心理准备 三叔 我先走了 她目前的身份是家藤的养女 惠子小姐 她最真实的身份 应该就是你的姐姐 弟 娘 你们看到了吗 姐姐她还活着 可她却做了 杀害你们的家藤的女儿 你们告诉我 她怎么会变成这样了 为什么 我 我 你 你 背上的图案 是怎么来的 你凭什么认为我就是那个女孩 是念生的姐姐 天下没有那么巧合的事情 你的纹身 你的年龄 再加上我的师哥就是死于家藤之手 所以我觉得 你的 你就是我师哥的女儿 父亲 我背上的纹身 是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你的纹身 是你的亲生父母留给你的吗 他们真的是你的好朋友 是日本人吗 惠子 你这样问父亲是为什么 难道父亲会骗你吗 我 到底什么是真相 我的纹身与念生的 完全出自一人之手 我要怀疑父亲说的话吗 天哪 这是为什么 我真的是中国人 我真的是念生的姐姐 我赶紧 我也是 每月 孔先生来看你了 孔先生 每月小姐 看你气死好多了 对了 这是我托朋友 从泰国给你带的燕窝 你尝一尝 你太客气了 其实我已经好了 你这样破费 让我有点不太好意思 哪里 这都是缘分 能为美玉小姐效劳 是我的荣幸 谢谢你了 孔先生 以后你常来我们家做 好啊 好了 别再站着呀 来 我们这边请 喝茶 好 走吧 家藤先生 今天过来有什么事吗 最近发生了很多事 所以我想请韩司令出面 邀请天津华节的重要人士 参加一场终日交流肯谈会 以消除误解 不知司令意下如何 能否给我个面子 好事啊 不过你所说的这个事情 是民间的事情 我作为一个军人 恐怕不便插手吧 韩司令过谦了 我也承认韩司令说的有道理 但是目前天津各界 对我们日桥 有不少的误解和对立情绪 如果我来做这件事 恐怕会有困难 我也是考虑再三 才想请韩司令出面的误解 家藤先生 我想你所说的误解 你们日本人最应该清楚是怎么回事了吧 至于怎么解除这些误解 我想你们日本人应该知道 韩司令的意思是 你所说的这个事情 咱们以后慢慢再说吧 家藤先生啊 除了这个事情 别的还有什么事情吗 据我所知 中义堂的人 与共产党有联络 那个白念生 应该就是共产党 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 此时证据确凿 往韩司令延长 韩司令 你何尝不去问一下唐纪元呢 我请天津各界肯谈 也是为韩司令 提供一个见面机会嘛 好啊 这个事情我可以延长 如果唐老四 要是真跟共产党有联系的话 我同样延诚不待 好啊 行了 家藤 都这时候了 你用不着跟我来这套 大家合作多次 已经是老朋友了 韩司令不要客气 好啊 敬后驾音 我先告辞 谁呀 太太 孔先生 你怎么来了 快请进 夫人 您来干嘛不提前说一声 我好派车接你啊 这已经告给孔先生添麻烦的了 我一时在家待着没什么事 就出来逛逛 没打扰您吧 哪里 夫人能亲自登门拜访 是给我天大的面子 夫人 来 喝点茶 早就听说过 孔先生是做古玩的行家 平日里我也喜欢这些 所以今天呢 就过来看看 有没有什么称心的物件 随便看 随便选 夫人 夫人只要您喜欢 您从我这儿拿回去看 要是看不完呢 我派人给您送过去 这个古玩呢 每一件物件 都有他自己特别的故事 好玩啊 就好玩在这儿 听孔先生这么一说 您可真是行家呀 不敢当 夫人 今天要看看什么 我就是随便看看 凑个热闹 对了 孔先生是哪里人啊 在下 原籍是山西太古县人 那家里都有什么人 有什么亲戚啊 家里亲戚挺多的 原籍的多数在外做事 哪像我呀 竟干这些不入流的行当 有很多亲戚 还在国家的政府机关担任要职 跟他们比起来啊 我真是惭愧多了 对了 听孔先生这么一说 我倒是想起来 这孔部长也是山西太古县的吧 不瞒您说 孔部长的确是在下远方亲戚 如果司令大人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尽管说在下愿意效劳 那看清好 我们能认识像孔先生这样的朋友 是我们家的福分哪 哪里的话 能跟司令大人结缘 才是我孔文涛天大的造化 夫人 要不我们进里面看看寿草 你喜欢什么 就随便拿几件回去 好啊 好 请 哎 这几天我和夏兵密切注意了码头的情况 看守仓库的人增加了不少 黑娃也在那儿 还有不少日本人 隆飘去过码头没有 去过几次 他最近 与家藤和韩死岭都有过来往 但是还不清楚原因 继续加紧对他的观察 绣儿了解到 这次运来的一共有 满满三个仓库的物资 看来日本人的乌松计划又要开始了 雪茹 邵飞同志有什么指示吗 他让我们密切关注乌松计划的进展 我们就回了安德烈 相信他们的计划有所推迟 所以我们暂时不用破坏他们的物资 先看日本人的行动 我们再安排 对 大家都听到了吧 上次他们在码头已经吃了亏 这次他们一定会更加小心 所以我们要小心谨慎 一定要听从上级的安排 嗯 那你们两个去码头 了解最新的情况吧 嗯 是 好 雪茹 嗯 现在正是关键时刻 日本人的行动计划加快了 我们要马上开始准备 我有件事情想要跟你说一下 你说 是 梅玉吗 不是 只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很蹊跷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我希望你带我向组织汇报一下 你快说 最近三叔告诉我 有一个人 可能是我失散多年的姐姐 真的 他在哪儿 怎么了聂生 找到亲人应该高兴啊 那个人 就是加藤的养女 三叔很断定她是我的姐姐 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不相信这是真的 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 怎么面对我自己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 你别着急 我会跟上级汇报的 相信组织上会帮你调查清楚 你放心 这么说这小子还有点来头啊 是啊 人家还送了我好多的物件 要是她真看上了咱们美玉 这可真是一桩天大的美事啊 你说让我怎么说你啊 你们这些富道人家 就是知道着急 一遇到什么事 就急急叨叨 急急叨叨的 这事是急的事吗 再说了 你知道美玉怎么想的呀 咱美玉愿不愿意你也不知道 她喜欢不喜欢那小子你也不知道 怎么就这么妄下解论 这样 等那天你给那小子叫到家里来 我请他吃顿饭 我来问问他 喂 韩司令 那天拜托你邀请华界肯谈的事情 请一定要帮我这个忙 华界中开始有人与共产党牵连 这时候也要提醒一下 以免麻烦 加藤先生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 这件事要慢慢来 也是急不得的事啊 时局紧张迫在眉睫 我希望韩司令尽快给我帮助 我会非常感谢韩司令 好好好 我抓紧 我抓紧 好吧 我会督促韩司令促成这次毁灭 到时你在半路劫机 一定除掉唐妓院 你要留意码头 最近要藏在这里 钱已经给过你了 你要增加人手 严加看管 做掉了唐老四 就等于除掉了忠义堂 天井就太平了一大半了 你尽早做好准备 随时下手 明白 老四 念生知道这些以后 有点吃不消啊 你说这事该怎么办呢 三哥 那个惠子 要真是二师兄的女儿 念生的姐姐 那家藤这个恶魔啊 真是伤天害理到头了 那个女孩子知道真相后 什么反应 那个姑娘也是将信将疑 可是我觉得她的年龄 她的纹身 这一切的一切加在一起 这都没错 肯定是家藤精心部的局 念生这孩子命苦啊 从小就是个孤儿 好不容易有个亲人 还是家藤的女儿 这个杂种 真应该把她千刀万刮 对 新杖老杖一起算 爸 韩司令的请解 若是明天中午要举行日桥和华桥的肯谈会 邀请您参加 肯谈会 有什么可谈的 信韩的是吃饱了撑着没事干了 我也觉得奇一巧 您说这时候冒出和日本人的肯谈会 宋信人还交代 韩司令请您务必参加 四爷 就由我带您参加 您就不要和他们谈什么了 谁也不去 跟日本人有什么好谈的 姓韩的 毕竟是咱们天经卫的司令 一个人不去不合适啊 还是让我去吧 你去操办吧 今天把你俩从码头上叫来 是咱们接下来有笔大买卖 大哥 你说 做调唐老四 大哥 那我们怎么下手 家腾召开了个什么肯谈会 到时候唐老四一定会来 对吧 你在忠义堂门口听好了 你在唐老四的必经之路设好来坊 你俩前后佳绩 这回一定给我铲除掉的 好 不 龙哥 唐老四可是一直都不出门啊 他不出来 韩司令请的他 韩司令请的 你想想 这当口谁能把唐老四给弄出来 不过家腾这小子够狠的 把韩司令都装进去了 除掉唐老四以后 韩司令才知道 他帮了家腾多大的忙啊 好啊 大哥 干掉唐老四 那我们就先了 对啊 这把一定做得漂亮 动手的时候我去押阵 好 好 干 来 空先生 你下次再过来 可千万不能再送什么礼了 你这给我太太送的那些古丸 我们可真受用不起 初衙使你太外道了 孩子令您这么赏识我 这点小礼物小意思 什么小意思 这孩子 夫人喜欢闻一些古董是我的荣幸 过两天我再带些新鲜的玩意儿过来 让夫人好好鉴赏鉴赏 不不不 不能再给孔先生添麻烦了 就是 怎么能这样呢 不客气 梅玉小姐 您喜欢古丸吗 我这只圣上 对这些古丸玄妙的东西不太感兴趣 孔先生 我告诉你 我这女儿啊 你弄那一套她肯定不喜欢 她天天啊就知道疯跑傻玩 这丫头我了解她 司令 那这样吧 要不然我过几天 带梅玉小姐出去交游交游 好啊 爹 你不是不让我出去吗 我是不让你一个人出去 现在不由孔先生保护你了吗 那我进司令 别客气 来 来来来 夫人开 来 来 司令 秀啊 来 来了秀儿 坐 坐啊秀 你哥呀 都等你好半天了 嗯 说吧 这么晚来找我有什么事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 你听好了 龙彪要刺杀唐四爷 什么 嘘 是这样 到时候韩司令会请唐四爷去吃饭 然后龙彪在半路上下手 但是我现在行得不方便 我没办法去通知他 只有你能通知他 如果再有什么别的事情 我再想办法通知你 行吗 那时间近我就不留你了 赶紧去 小心点啊 好 哥 你自己也要小心啊 傻妹妹 哥会没事的 我什么都想明白了 想通就好 以后咱们好好的 只要你没事就好 行了 雪儿 时间紧咱就不说这些了 你记住 一会儿一定要亲自见到唐四爷 小心点 那你也小心点 龙先生 明天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 好了 一定让他跑不了 这件事非同小可 因为利用的是韩司令 只许成功 明天我亲自去 亲手杀了他 小野也会配合你 但不能露面 打头阵的 一定是你们五福报 知道 时候不早了 我送你出去 等你的好消息 就像我那样 我爱你 你也不会想到你 你还是要想到你 你说什么 你现在做什么呀 你也想到你 你也想到你 我十分钟 我真的想到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一定很讨女孩子喜欢 我很少外出的 也很少接触女孩子 可是 自从我上次见到梅玉小姐以后 真的是让我无法忘怀 是不是我刚才的画有些冒犯 请梅玉小姐不要误会 没关系 恭维的话也是很管用的 谢谢夸奖 不过我没你说得那么好 就全当是孔先生哄我开心了 我们去那边走走 加把劲啊 好嘞 这边这边这边 哥哥 来 哥走 我有事跟你说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什么事 你先走吧 出去说 我不是跟你说过 不许到这儿来吗 你先来吧 走 昨天你让我去通知的消息 念生哥和四爷都知道了 四爷说黑王还是自家人 四爷今天特地 叫念生哥来看你 看我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念生哥 可以吗 念生 真没想到 我们还能见面 念生 我以前真的是穷怕了 为了赚钱让不少人都为我上心 其实三叔跟秀都找我说过 我心里明白 但也不知道怎么了 就鬼没心窍了 所以 你会原谅我吗 我们还是兄弟吗 对 对 好 对 对 对